今天要分享的是盆栽植物怎么分株一盆变多盆 这样子的百里香我在上两个周的时候呢 已经分享过压条的百分之百成功 今天要分株的程序以及分株后的管理 我们今天会好好详细的分享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应该是长出根系了 这应该是长出根系了 我们稍微挖起来看一下 你看看这个根系已经很旺盛了 先就是把这个百里香从土里头挖出来 然后剥掉一些这个培养土 你看这一整个土团 这底下这个根系已经长那么长了 你看看这根系已经长这么长 这已经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所以像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从母猪的身上把它剪下来 这样剪下来 这样子剪下来呢 你看看这样剪下来呢 就是一颗了 你看它的根系已经长到很旺盛 这样剪下来就是一颗了 这样就是一株就可以种一颗了 我们就可以用三寸盆先用暂时用三寸盆来种一颗 好我就装了一个小盆栽哦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植入了哦 因为它已经长出新发出的这个根系呢 我们就从母猪来把它分出来哦 这样子的根系就非常旺盛哦 稍微把这个这个野草拔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植入 让它又长出一盆 茂盛的时候呢 等它长高 等它长茂盛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换大盆哦 我们就像让它这样子先长 那像这个比较长 像这个比较长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再做修剪哦 像这里呢 已经看得到这个侧芽哦 用开让大家瞧瞧哦 你看看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已经有侧芽都出来了哦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剪哦 从这里剪 让它的植株暂时先不要这么高 然后修掉顶芽 让它长侧芝 侧芝都出来 然后它就会变茂盛 那就完成我们一颗的植子了 那就完成一颗的植子了 然后暂时要先放在阴凉处哦 暂时先放阴凉处 让它稳定了以后 我们再放到阳光比较 比较有阳光 但是不能直射哦 那你看看这里 这里这几盆我们通通都可以 可以做移植像这样子 移植到大盆 或是移植 我们先把这一盆剪掉 这一盆从这一条 这原本一条的 这原本有一条 你看看 它的一条 这个母株的根系 我们从这里把它剪掉 这一根已经有一点木质化了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 就变成一盆了 这样子就是一小盆 这又是一盆了 然后我们就一样 一样就是 嗯 杂草稍微打掉一下 然后这个很长的部分呢 就稍微做修剪 修剪 让它 去掉这个顶牙优势 然后让它可以长得 呃 变成一大虫 那这些剪下来的 都可以食用 你看看 这样子就是一盆 哦 那就是一小株 然后这样子也一小株 所以呢 其实我们从原本 原本这一个 这一个母株呢 这只有 这个母株呢 这只有一根 变成一二三 四五 变成五盆 这就是这个 鸭条分株的方式 我们可以分株这样子 这个就是快速 快速繁殖的方式 可以让一株变成好多株 一盆变成好多盆的方式 是我们的百里香分株啦 然后剪下来的这些枝柳条呢 可以做料理啦 这个肠的部分可以再做修剪哦 翻这个这个小盆的哦 就是直接压在这个小盆子的 这个的这个压在小盆子的 在晃动的就是它的根系啊 长出的细根呢 已经长出来了 然后我们一样呢 就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种到这个大盆里来 这样子 把它种在这个 我想把它种在一起啊 因为 因为这一根呢 只有一根啊 这是一重啊 那我们就把它种在一起好了 这样到时候它就一大盆了哦 这样就可以了哦 那我就完成我们这个 这是一单独的一株 然后这是一重 然后把它种成一大盆 到时候长大了 就会一大重 那就完成我们的一株 又一株的分株 然后种到盆子里来 这个就是我们百里香 从种子到种苗 然后经过修剪摘芯 再一次的压条 分成好多株好多盆 再分株分盆整个 繁殖的完整的教学记录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呢 请订阅按赞并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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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